与英国比啊 法国还是个屁 说自打我开说俄乌演义 我挤得的比较多的大国领导人 就属法兰西的马克龙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 一说到这个小帅哥 我就想到了三国演义里 那个志大才书的 志大才书的袁术 袁公录 也他妈邪了 就像看日本小电影的时候 嘿 有些东西你控制不住 日本的AV 苍老师 小泽 等等的 所以特别特别早的时候 咱就说了一段书 对比不列颠 法兰西就是个笑话 从那会儿我就看不上法国 但我说德国不可能永远那样 这大伙还有印象吧 然后之前这小半年啊 就美国断元这些日子 就是断绝对乌克兰的援助 就断元这些日子 或法兰西雄起了 马克龙语经四座 那牛逼大了 可是 我仍旧是怀疑的目光 那段书中 咱肯定了 甭管怎么说吧 马克龙这一脚合 对乌克兰 肯定是没坏处 他当不当的成 欧洲老大单说 反正多点法国武器 起码多个想 但是我也说了 反俄联盟缺了大领导 指的美国啊 这机会啊 九眼瞧的罪女干路难 可遇不可求 马克龙一算计 反正是想当欧洲老大 怎么当还不是个当啊 而且马克龙 他一撅屁股 我也看到了他的嗓子眼 从肛门啊 从屁股看到嗓子眼 看到嘴里 看到口腔 哎呀 反正世界的目光 都聚焦法兰西了 要不然都快被人遗忘了 第一步的目标 算是实现了 马克龙强调了 欧洲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就是还没忘记 欧洲老大的黄梁大梦 对不对啊 可是咱老百姓 有句俗话呀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呀 凡事你就怕对比 马克龙紧着空 空当 一顿操作 哎 美国那边两党有点矛盾 是吧 他借着机会 但是 美国的军援一恢复 您看舆论场 还有法国什么事吗 是吧 这个叫做司马主演的小电影 凉了 司马主演的小电影凉了 关键是英国真牛逼呀 卡梅伦宣布英国援助的装备和弹药 没有使用限制 那意思就是乌克兰 你爱打哪就打哪 是吧 这又开创了西方武器援助的 先河 前前一段乌克兰 是吧 就已经袭击了距离他们边界700公里的 那个恩格斯城的 那个那个俄罗斯空天军的军事基地 对吧 甚至都打到莫斯科了 对吧 莫斯科离那个边界1000多公里 对吧 而且那个乌克兰 其实打到恩格斯城 他的导弹的射程要大于700公里 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领土被俄国人站着呢 对吧 所以从他有效控制的地盘上往恩格斯城打导弹 至少得800公里以上 咱回忆一下英国的军援不是最多的 但是他每每敢于当先 英国人一马当先 敢为天下先 就这份气魄和胆识 那就还够欧洲一哥 英国是欧洲的number one 背着手撒尿失脚面 背着手撒尿失脚面 谁不服也不行 撒尿背手都得扶着 不服都得撒脚面上 所以叫背着手撒尿失脚面 谁不服也不行 战前整个西方就英国一家跟着美国往乌克兰运送武器 开战后白俄 白俄罗斯一度蠢蠢欲动 英国挑头成立了一个GEF 就一个联盟 你白俄胆敢南下 GEF马上就出兵 结果吓得白俄缩了 确保了乌克兰后方无余 主战坦克 英国的挑战者二一马当先 精确制导炸弹 英国的暴风阴影又是第一个到场 爱谁谁 乌克兰没有海军 英国交汇了乌克兰制造和使用无人艇 结果就是黑海舰队人扬船翻 黑海舰队几乎被完全歼灭了 是吧 旗舰莫斯科号 还有好几艘大型舰艇都被击沉了 对吧 咱就说 你马克龙上蹿下跳的 从电话哥到出兵汉 活都在嘴上 一对比 你法兰西还是个屁啊 电话哥 那会儿啊 老想跟那普京通电话 普京就不爱理他 当然普京那会儿是端着 而且他已经决定出兵了 他也没法接你电话 到出兵汉 说他要出兵 但是也没出兵 英国出没出兵呢 也许有特种兵秘密的进入乌克兰战场 是吧 还有好多退役的老兵加入国际志愿军 英国给的援助 总是在那个看截上 看截上 是吧 好钢在刀刃上 用在刀刃上 总是在关键时刻 英国啊 文准狠 给老毛子 给俄国人 给普京 沉重打击 法国人就耍嘴 法国这个法兰西这民族啊 泡妞行 弄点包包啊 弄点这个养酒啊 弄点这个什么 这个香水啊 弄点时装啊 就玩这个 是吧 玩浪漫 真干事 还得是大英帝国 是吧 英国的什么 英国的白面 日本的烟 两大帝国伺候着我 是吧 那个那个茶馆里边 那哥们啊 所以西方记者 也有那好事之徒 这会儿啊 跑去追问马克龙 你说的 法国要出兵乌克兰 什么时候兑线呀 马克龙做了解释 如果俄罗斯人突破前线 如果乌克兰提出要求 那就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 卧槽 什么叫口惠而实不至啊 莫此为甚 因为你这个前提条件 根本就不具备可能性 你出个锤子兵了你 是吧 美国断缘了半年 断绝援助大概半年 大俄军 俄罗斯都没能突破前线 如今美英德的玩意儿 玩意儿啊 各种先进武器 接踵而至 大俄还能突破前线吗 讲故事可不带这么讲的 法国式炮妞 或许可以这么炮 那咱真羡慕法国男人 绝对出不了 跳桥的胖猫 对啊 那胖猫可能都没碰着人家 就给人扔了五十多万 结果之后自己崩溃了 还自杀了 那个女的根本就不在乎她 对吧 可你以为 别处的妞都那么好炮吗 就是法国人耍嘴啊 如今的前线 我猜测 且得谁也不能突破谁呢 且得 且 就是好长好长时间 就是这个意思 北京话 啊 且着呢 怎么样了 啊 这活完没完呀 且着呢 就是还得好长时间才能完活呢 谁也不能突破谁 就俄乌就僵持了 互相顶上了 顶牛了 就啊 就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大俄军 是冒蝶老汉 杀杀武 干不成大事了 冒蝶老汉杀杀武 杀杀武 好像就是重庆 好像成都那边 叫黑灯武吧 老头 中老年 搂着那些下岗的 或者是 那些职业舞女 是吧 冒蝶 岁数大了 你还能干啥呀 是吧 就是意思意思呗 是吧 这个乌克兰军 是王老五 恋爱不结婚 根本就没想 啊 王老五 钻石王老五吗 单身汉 恋爱不结婚 根本就没想 就跟你谈恋爱 是吧 或者就是为了玩玩你 是吧 或者就跟你上个床 根本就没想跟你结婚 是吧 王老五 就指单身汉 根本就没想 啊 乌克兰人也不玩命 是吧 真要把这有生力量 就这点军队 全给干趴下了 全给干没了 是吧 死的死 伤的伤 那 等俄国的后续的那些 后备兵员再上来 乌克兰就崩溃了 所以现在不能死拼 是吧 如果我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 恐怕也不能下死力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咱前面说过了 乌克兰此时 如果硬性收复失地 那死伤必多 所以我就先炸你的大后方 把你的军工 能源 企业都给你废了 是吧 这又说了一个俏皮话啊 叫选秀登陆 NBA 你打个球啊 选秀登陆 NBA 你打个球啊 是吧 扯淡 是吧 NBA 你去选秀 像中国的姚明 易建联 是吧 那就是个点缀 就是个意思 你打个球啊 选秀登陆 NBA 你打个球啊 那乌克兰这种战术管事吗 目前看还真管事 大鹅的炼油厂舌一半了 舌了就是完了 有时候说这人进监狱了 就北京话说 这哥们哪去了 舌了 舌了 舌了几下啊 舌了八下 就是被人家判了八年刑 舌了啊 反正就是倒霉了 完蛋了 被关押了 被判刑了 就叫舌了 被警察抓了 有时候叫摁了 警察把你抓那 给你摁那了 你反抗不了了 给你戴上手铐子了 摁那了 有的时候摁了八下 也是大概这意思 呸判八年刑 砌柴油都涨价了 还得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进口 这你还不是个事吗 就是这个损失对俄国是很严重的 武器方面 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报告说 当下大额的告石 高超音速导弹的月产量只有十枚 口径巡航导弹 每月生产三四十枚 搞玛瑙系列巡航导弹 月生产能力十枚 X69空射巡航导弹 每月仅能生产一至三枚 俄国也快打不下去了 俄国这国家真的挺落后的 所以您就知道为什么大俄军 就是俄罗斯啊 这个这个俄军已经很久没有发动 大规模导弹攻击了 为什么呢又说了一俏皮话 卖小葱包妓女 时间长了你撑不起 卖小葱的能挣撒瓜俩枣吗 自个儿都养不活 所以卖小葱的包妓女 时间长了你撑不起 卖小葱 卖粮油也不行啊 谁能包妓女啊 那也是共产党 啊 卖小葱